黃國昌保證賣照 保證賣照 對不對 怎麼說 我們那時候還說黃國昌四年後 不見得敢選新北市 沒想到過兩天 黃國昌就不打自招 直接說有人在勸說他選新竹縣 誰 誰啊 我根本沒有聽過 誰勸 做夢的不算欸 蛋水阿嬤不算欸 誰我怎麼聽都沒聽過 有人講新竹縣 你有聽過嗎 國昌老師也做太小了吧 米劃哥你有聽過嗎 沒有 你把拜託自己想就自己想 有人勸對不對 黃國昌這史上最大的笑話 我一個人來講 第一個柯文哲說他要出書 要教大家怎麼總統選到最後一名 他不是吧 他憑什麼出書 沒有他選最後一名啊 他不能武功秘笈欸 對啊武功秘笈選最後一名 最爛 我想問你借筆記的時候 會找班上最爛的借嗎 不可能嘛 你當然找班上好的人借 所以你柯文哲憑什麼出書 我有小草欸 春風吹不進 而且我在問要選到總統的誰要看你的書 你出一本書 如何選總統 然後只有兩個人買 一個是賴清德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侯友宜 所以還繼續預告不是這本書不能大賣 因為他是我們的民眾版的武功秘笈 選總統你會想買選總統的書嗎 又輪不到你對不對 本來就是這樣嘛 又不是選上了 拜託 這種選上還出書的 選書還出書 如果有夠丟臉 那叫懺悔路 懺悔路 對不對 這東西 懺情路 懺情路 這東西最少吹牛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未來國民黨 民眾黨在立法院幹嘛 就加一嘛 怎麼叫加一 就是有沒有看過古貨仔 古貨仔呢 他們這個 他們在標這個一個紅龍的時候 烏鴉就走進來了 烏鴉走進來 布里達拉嘛 他們標十萬 烏鴉就說十萬零一塊 標二十萬 就二十萬零一塊 就都加一塊錢嘛 現在這個什麼時候開議就是這個 這個意思啊 藍綠都說二十三 黃國昌對不對 就說我要十六 底線是十六 為什麼 因為鄰居有說嘛 每一次過去的在立法院 只要藍綠提了什麼法案 黃國昌就加一 多一點點 顯示我的道德比你高 對不對 那鄰居員說 那不然初一啊 對不對 初一開工啊 來啊 對不對 那我除夕啊 除夕突發奇想加開 來啊 你自己來 好事之途直播啊 對不對 不加班的男人 你知道陪你黃國昌玩啊 少吹牛嘛 什麼十六 對不對 除夕 你有總提案除夕 我就陪你加班 所以我們劇組全部加班 我就發來賓業員資 對不對 我不來 我不來 不來 有通告都好對不對 不來 加班 加班嘛 加班嘛 對不對 少吹牛嘛 咪 咪代表在怕加班的喔 對啊 幹我們這行在怕加班的喔 咪代表除夕十二點就開工了嘛 十二點開廟門嘛 十一点開廟門嘛 對不對 開廟門誰怕誰啊 對不對 黃國昌在扭曲一個概念嘛 他今天受訪還在說 三百六十五行 有人二月才開工了嗎 二月底才開工了嗎 開義不等於開工 對啊 民意代表是有兩個角色的 一個是在立法院審法案審預算 一個是在地方 與民眾互動 跑行程 接觸民意 對 這就叫民意代表嘛 我二十三號開義代表我二十三號開工嗎 沒有嘛 勤勞點除夕晚上十一點就開工了 懶惰一點 你初一也開工了嘛 接下來整個過年多的是敗會行程嘛 多的是廟要發紅包嘛 誰像你黃國昌屁事不用幹 就去立法院咆哮一下就好 這搞不清楚狀況耶 你沒選區的嘛 一樣嘛這種論述騙誰 騙破殼小雞嘛 對不對 好啊那今天韓國瑜上班啦 韓國瑜上班呢 這個主持第一場協調會 這個黨團大會啦對不對 來協商嘛 這位黨團協商 最後決定二十號開工對不對 那黃國昌為什麼你說YES 對啊 你底線不是十六號 你應該靜坐啊 絕食啊 丟雞蛋啊 底線可以這樣一推再退了嗎 一向講二月六號 又推到二月十六 又推到二月二十 底線可以這樣退了嗎 我的底線就是禮拜日不上班 那好我給你多點通告好我上班 這個人就是沒底線嘛 你黃國昌 好再來了 招偉在那邊吹牛 我不主動爭取招偉嘛對不對 就是你被看破了嘛 你就是整個立法院的就是那種 害群之馬嘛 所以招偉沒有用嘛對不對 那今天更好笑的事情是 我一定要這個插播 今天黨團在協商的時候 原本排一排要拍照的時候 各黨團代表到拍照的時候 陳昭中忽然指的柯建民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不知道的人以為柯建民 對陳昭之屎亂中氣 結果原來是因為陳昭之 因為柯建民認定 他讓他選票是廢票 陳昭之生氣 跑去罵柯建民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都多久的事情了 你還沒翻頁嗎 所以民主黨就是一群破殼小雞嘛 對不對 好那這一大塊 那另外一塊呢 就是韓國瑜的未來的人生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韓國瑜 開始有人說他2028有機會了 要選總統了 對不對 怪怪的嘛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韓國瑜是目前 你看唯一有美光燈的人嘛 盧秀燕在哪裡 還在現在萊豬的風波裡面 對不對 霧燕萊豬的風波裡面 那竹女兒在哪裡 還是掰咖當中嘛 吼有儀在幹嘛 療傷當中嘛 反而現在整個國民黨 你看 最自得意滿 就是我們韓總 韓總基 因為國民黨在野 可是唯一一個席次就是立法院院長 最大的政治舞台就在這邊嘛 可是呢 韓國瑜一上任了 就瘋狂的找職務代理人嘛 對不對 他的外交就找 江啟臣當他副院長 那韓國瑜只要負責借代外賓後 只要說 然後結束說 韓國瑜只要說這兩句嘛 然後呢 他辦公室主任原本 孝翔游錫坤嘛 他原本說辦公室跟游錫坤共用嘛 對不對 其實孝翔叫游業長 他辦公室主任嘛 那現在呢找周萬來嘛對不對 周萬來其實大家都解釋很多啦 什麼出了三本書是說 立院助理的這個教科書 包含周萬提當助理的時候都看過這三本書 然後包含周萬來是立院活字典 尚義夫的字典 大家都不 我不幫他吹牛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畫面啊 就是說 開議 也不是開議就是第一天上班 立法院院長帶著是由秘書長 而不是帶副院長 這個畫面很奇怪 照理來說他應該帶著江啟臣一起亮相嘛 他怎麼帶著這個秘書長一起亮相呢 對不對 原因很簡單嘛 現在秘書長的周萬來 就是韓國瑜的帶刀侍衛 御前帶刀侍衛 有什麼問題就把周萬來推到旋邊 他回答他回答他回答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這個人喔 就是這個能力不怎麼樣 可是他有個好處 會尊重老人家 他高雄市長的時候就找李四川 對不對 立法院院長說找周萬來 他是很會用人的嘛 所以我這樣看來看去 很有可能給韓國瑜糊弄了四年 真的有可能身是會比盧秀燕高 而且柯文哲要小心了 館長已經講了 我現在喜歡韓國瑜不行啊 那到時候如果韓國瑜跟柯文哲選 韓國瑜怎麼辦 館長的狗鼻子最靈 聞到韓國瑜這邊有風就去靠韓國瑜嘛 對不對 原本是郭爸爸嘛 對不對 後來變柯主席嘛 現在變韓院長嘛對不對 館長的狗鼻子往哪裡倒 那個人就是要倒了 我看到韓國瑜選院長我就爽 對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韓國瑜的風向已經起來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全力合污韓國瑜好不好 韓國瑜就是我的小草 我會努力灌溉他 幫他施肥 希望四年後民進國民黨可以提韓國瑜 這麼爽的事情很少會遇到第二次 沒想到就讓我們遇到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確實是大展宏圖的一年 但是這個因為今天早上我錄影 我跟葉雲之友錄影 錄影友台 塔羅牌老師說韓國瑜到10月就GG了 不要這樣講 真的很辛苦 所以韓國瑜要努力撐 撐過10月2028就有機會了